主辦單位 可能在今天主辦單位邀請的 來分享的公司裡面 我們可能是最沒有名氣的 然後規模也是最小的 所以先讓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剛進來的時候 有幾位老師看到我說 好年輕 其實不年輕 我是民國65年出生 今年帳號還40 再如果是去大陸的互聯網 或者是西谷的互聯網來說的話 都算是很老的 只是在台灣 就是我們在產業裡面 一直有時代交替的問題 所以好像看起來好像很年輕 我在台灣 我是2000年級社會工作的 那個時候都在外商公司上班 我第一份薪水 第一個工作在民生東路跟敦化北路口 也是在外商公司 做系統顧問 當業 那個時候 2000年的時候起薪就大概5萬8 在那個時候是相當不錯的薪水 那個時候 我進這個社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是信心向榮 在台北民生敦化那一代 還是很多外商公司的 我也經歷了幾個質疑的轉換 去了惠普 去Andale 去摩托羅拉 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美國的這個一體的公司 但是工作越患呢 越遇到很多的瓶頸 一直到2010年的時候 我在摩托羅拉 那個時候是被裁員 是最後一波把這個台灣的摩托羅拉 關燈鎖門的一批員工 那個時候我們的公司是在成品器店的樓上 酒樓 我們是最後一批員工 把公司收掉 之後 我就 有一個領悟 第一個就是 在我 那個時候我是35歲 其實35歲的這個年紀 這個可能不能再這樣糊糊塵層 也不能夠在硬體的產業裡面打滾 要想辦法靠自己 而且要想辦法轉到 乳蘭體的產業 所以我就很大膽地做了一些子彈的狀況 那今天 我們公司可能想要有一些成績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過 因為今天這個賽選講的是創新創業嘛 我特別要說的就是 現在在台灣屬於我們這一代 甚至在更年級的一代 也就是29、30歲左右的這個世代 的確面臨到很多危機 因為在我們念大學的時候 父母並沒有告訴我們該念什麼樣的科系 或者是他告訴我們了 然後我們聽了 結果念的是錯的科系 那我們進了社會之後 父母沒有告訴我們要去什麼公司 或者我問了他們以後 他們告訴我們要進大公司 我們在一路上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可能都悟信了 林派學校跟大公司的一些問題 所以導致今天 台灣的產業或是我們這些中年的上班組 都有一點走不出去的感覺 在台灣的情況 跟在歐美的情況很不一樣 在座可能很多長隊 就是 你們小孩問你們要做什麼的時候 你很難不鼓勵他去大公司上班 因為大公司聽起來穩定 大公司聽起來好像是鐵飯碗 但是在這個時代 越來越大的公司死得越壞 是只有壞公司沒有大公司 只有慢公司沒有小公司 所以我自己的歷程 就證明了這件事情 那在我這個年紀 現在我以前的同學 同事有大量的人 這個在大陸工作 現在在大陸的流動人口 流動的台流大概有五百萬 常住人口大概三百萬 當我們 我這個年紀的產業中間 在台灣沒有發規的地方 全部移到大陸的地方的時候 那要怎麼辦 大家在談創新創業的時候 兩個問題 我們先名詞解釋一下 創業不一定要創新嗎 創業賣雞排跟開咖啡店 都是創業 創新是你在舊的產業裡面 加一些新的技術 新的商業模式 這個叫做創新 不管是創業還是創新 其實都是在被鼓勵的 在這個時代裡面 源源好 我希望能夠在大公司裡面 求一個鐵飯碗 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後面 我就快速的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在台北101 83樓 如果各位有什麼希望 要來我們公司參觀 非常歡迎大家 可以跟我們同事 也可以跟我聯絡 跟我們同事聯絡 坐在那裡 可以跟大家揮揮手機 隨時歡迎大家來參觀 我們公司年紀很輕 平均年紀30歲 所以我是拉高整個公司 平均年紀的人 我們最有名的產品 是Feedmaster 這個產品在台灣有800萬的用戶 這個小掃法 可能在座如果有用過看過的 可以舉手一下 謝謝 市佔率非常的高 我們在創業的時候 在台灣的用戶還不到100萬 兩年多的時間到800多萬的用戶 我們在台灣除了代理產品 也就是大陸電報移動 還有美國的產品之外 我們也自主研發一些產品 而用品的一個產品 叫做Feed Security 大家在Google Play上可以下載 是100%由學報 在台灣研發 而推出的一個產品 大家也可以上我們的粉絲頁 去搜尋一下 Clean Master 台灣 然後去搜尋 幫我們按個讚 再回到產業的議題 我們剛剛講說 我自己的歷程就是一個 台灣產生困境的縮影 因為我十幾年都是在做硬體 十幾年以前我們做硬體 出去覺得很不得了 因為我在美商的硬體公司的原廠上班 或者是我們的競爭對手 都是日本品牌 但是稱其何時 現在在全球的消耗性電子的環境裡面 出來的都是韓國品牌 都是中國品牌 而韓國品牌跟中國品牌 是比較少用台灣的供應鏈的 大家在講紅色供應鏈等等 其實韓國的品牌也很少用台灣的領主 所以當韓國跟中國品牌崛起 在台灣沒有一個自己的品牌 突然的情供之下 我們的代工廠的供應鏈 當然跟著骨牌一樣 一下子就全部倒下來 我們看一下新經濟的典範企業 比如說網路公司 這些都是上市公司 大家可以看待一下 中國大陸的阿里巴巴 騰訊跟百度的市值 美國的亞馬遜 Facebook跟Google的市值 我們也有網路上市公司 PC後104的數字科技團的市值 也就是說台灣長期不重視網路產業 不重視互聯網產業 然後比較有規模的 網路產業、互聯網產業 都是被外商公司合併 所以我們在台灣 從來就沒有一家 有規模的本土的互聯網公司 能夠走出國際的 其實這個就是台灣 轉型新經濟的一個失敗的一個結果 但是這個失敗當然有很多原因 我剛剛說教育的原因 還有我們的父母 怎麼告訴我們 應該去什麼樣的公司上班 還有中國跟海國崛起的原因 還有台灣不鼓勵創新創業的原因 還有好多好多的原因 那什麼是新經濟呢 就是在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在台灣 台灣以前新竹歌曲園區 是美國西谷最好的夥伴 可是西谷啊 現在又已經轉型了 剛剛這個林老師 剛剛有說 現在在美國最流行的共享經濟 Uber 這些公司 是美國現在西谷公司的代表 西谷公司的代表 已經不是像英特爾 NVE 這樣的公司了 早就轉型了 我們看一下以前 西谷之所以叫西谷 但是從半導體開始 什麼公司 比如說英特爾 硬體在西谷 比如說像HB 惠普電腦這樣的公司 PC軟體像Microsoft 這樣的公司 網路一點點像Yahoo Yahoo 也已經垮了 轉型到網路2.0 有Google Facebook這樣的公司 再進入到移動互聯網 有Uber Airbnb這樣的公司 一代接著一代 江山帶有成 出30年的西谷歷程 人家雖然叫做西谷已經不在搞西谷 已經都轉型成互聯網公司 大部分以前傳統做硬體的公司 做晶圓的公司 都在南灣 現在比較北灣 還有在舊金山 Downtown 做的都是像Twitter Pintures這些公司 都在舊金山 Downtown 早就轉型了 但我們就沒轉型了 我們就只有半導體硬體PC 然後再倒回去半導體硬體PC 再倒回去 我們的沒有有規模的軟體公司 沒有有規模的互聯網公司 經濟就沒有轉型 這是好多年來以前的問題 那在台灣 這個創業的過程 那當然也是從一個 在家裡上班開始的 那我是預計非常非常好 遇到很多貴人 很多國際上大的合作夥伴 所以雪豹才有今天的規模 兩年多的時間裡面 我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大家有機會 可以在別的場合 再聽我們分享 後來我們公司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分享 那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自己知道 創業維艱 所以我們很喜歡 利用這樣的場合 跟大家分享 創新創業的觀念 然後今天特別 產官學都在做 也特別喜歡 去分享一些我們的看法 因為我們覺得 多多分享 總是會有人了解 總是會有人被影響 最重要的是 我們扶植很多台灣的創業團隊 所以我們有成立 台灣子努創業協會 大家可以在Facebook上面搜尋一下 台灣子努創業協會 我們在一年多的歷史裡面 我們已經辦了四十幾場活動 扶植了一百多個團隊 投資了四個團隊 還有提供無數的夜市資源 以及生意的資源給他們 就是希望我們的後勤者 在創業的時候 不要這個辛苦 不要跟我一樣 還有一點點時間 就是 介紹一下互聯網的概念 互聯網 就是 Internet 移動互聯網 某某Internet 提供了什麼樣的 跟過去一樣不同的商業模式呢 第一個就是 互聯網概念就是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比如說以前去銀行辦事 就要跑到分行去排隊 但是現在你只要下載銀行的APP 正確的APP 你在家裡就可以做一些交易 做一些轉帳 這就是去中心化 高度整合是 比如說以前 有做很多服務 可能要去很多地方 用很多不同的軟體 現在可能結合在一起 一個APP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另外提供新的商業模式 剛剛 林老師講到 Uber Airbnb 這些都是所謂新的商業模式 以前沒有想到的 對吧 剛剛有說 我有一個人聽 就是說 無論是沒有車子的車行 Airbnb 是沒有房間的最大的販別業者 這就是所謂新的商業模式 另外呢 比如說在 如果大家有去大陸的話 就知道 微信 在你用微信跟人家聊天之外 你還能做非常多的事情 做轉帳 做捐錢 做發帮包 做供應 做很多的互動 去買東西 甚至買保險 都可以 那這種 這個例子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當然在台灣 Line 現在大家如果用Line的話 稍微去用一下它後面的一些延展的服務 也慢慢往這個方向去做 那我們在台灣 我們也希望往這個方向去做 不過 較之於美國 較之於中國 我們還是落後很多 那這種互聯網加一個行業的觀念呢 就慢慢的就是發生在每一個行業裡面 就像剛剛提到 烏尾Airbnb Airbnb 這樣的例子 還有微信這樣的例子 就是說透過一個 穿透率很高的平台 在這個 在大陸 已經 微信已經是可以做到你生活 十一住行樂樂所有的事情 就不誇張 十一住行樂所有的事情 都能夠在微信上面完成 另外 甚至中國的某些地方政府 也能夠用微信現在要來做護證 因為普吉利實在太好了 微信的護證的正確度 可能比 大陸自己在偏向做的護證的正確度 還要高 所以利用微信來發布一些政府消息 來做一些 林林的管理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先進的做法 我們公司跟其他的互聯網公司一樣 我們提供免費的服務 但是我們賺錢的渠道是來自於廣告 這個跟你在YouTube上面 看影片的時候 前面要播一段廣告給你 你在Facebook上面刷你朋友的消息的時候 他要塞廣告給你 這樣的生意模式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你們用我們的軟體之後 去掃描 去用我們的照片軟體PhotoGrip 去玩我們的這個遊戲叫做鋼琴塊 去用我們的CM's Free之後 我們會推薦廣告給你 這個就是我們的商業模式 而因為各位啊 這麼多人用我們的軟體 所以我們會分析大家的行為 我不知道你是誰 所以沒有竊取資料的問題 只有Facebook 可能知道你是誰 而且是你乖乖跟他講的 而且你還乖乖跟他說你在哪裡 還乖乖跟他說你爸爸媽媽是誰 孩子是誰 還一起打卡還告訴他你最後好像是你在哪裡 所以有你資料最多的是Facebook 但是我們沒有你的資料 我不知道你是誰 可是各位剛剛這麼多人用我們的產品 從你們的行為裡面 我們大概可以分析出來 知道你是男生女生 你的年紀 你的喜好 因為我知道你裝什麼app 然後我知道你什麼時間使用手機 所以在大叔叔的分析之下 我能夠歸納出你的行為 然後我們做精準的廣告投放 好 好 那再來就是 我講了 剛剛講說 這個互聯網的一個概念 互聯網我們是用廣告老師 是用精準的廣告投放來做生意之後 我還要再講一下就是互聯網的思維 我們公司就是在推出軟體的版本的速度是一年大概200多個版本 也就是說我們天天在出版的 我們天天在出版的 如果有跟我們一樣做科技業不管軟體的硬體的都知道就是說 一個月後我們要能夠出兩個版本就差不多了 因為你還要研發還要測試 但在app的時代像我們這樣的公司是動得非常快的 我們每天都在收集使用者需求 每天都在出版本 出了版本之後對還是錯不知道 但是我們看數據以後再決定這個版本要繼續留存 還是我們要更新到下一版 所以所有的決策的時間都變得很短 這個也是一個很特殊的互聯網的工作模式 不要說這個不要打卡 更是應該是在家裡就能夠改程式 就能夠發版本 無時無刻都在工作 都在上班 都在優化我們的軟體 這跟傳統的模式是很不一樣的 那你說更新這麼快會不會有錯 錯了沒有關係 改掉就好 所以大家使用 可能使用我們還沒有那種感覺 使用Facebook 大家應該很多都用Facebook 都會感覺到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常常今天跟昨天的畫面有一點不同 怎麼又多了一個按鈕 怎麼多了一個笑臉 怎麼本來這個鍵在左邊它跑到右邊 稍微你們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它就是在一個試錯的過程 了解你的使用習慣 改了以後 如果明天數據不好 它再改回去就好 如果是數據好 它就把這個功能就一直留著 這就是一樣的 互聯網的開發模式是一樣的 想不快跑跟試錯 好 那就講到這裡 歡迎大家加入子牛創業協會 謝謝